Don't you dare reach for that gun, I swear to God I'll shoot you I want you to shoot me, you know Don't Let's go I got you, buddy What did you do now? I got you, buddy What did he do now? What did he do now? 2023年4月21日晚上11点左右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大际流程 警员埃里克在机场大道上开车巡逻时 发现一名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正独自行走在路边 于是警员立即停车并上前进行查看 由于这里是一座人口不到一万人的小城 警员立即辨认出了眼前的这名男子 他是69岁的威廉沃克 曾在1980年开始担任该州托马霍克镇的警察局长 有着十多年的执法经验 但他后来因殴打囚犯被迫辞职 并在2023年2月因为家庭暴力被逮捕 由于威廉在缴纳了保释金出狱后 又拒绝出庭受审 还违反保释条令多次回到过家里 因此他现在是一名被通缉的逃犯 我认为你住的 我认为你住的 威廉沃克不顾警告 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 警员无奈只能扣动了扳机 并立即退到巡逻车的后面 由于天黑看不清状况 警员没有上前靠近威廉 而是站在一边向他喊话 不久后警方增援赶到了现场 并对威廉进行了医疗救助 而此前一直保持镇定的埃里克警员 则在肾上腺素逐渐消退后 开始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知是出于自责还是感到后怕 警员的情绪有些崩溃 同事随后打开车门 让他坐在车里冷静一下 让他硬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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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只能看到肩膀的肩 然后他进入了 然后开始捕捉它 对 对 只能用深呼吸 太阳了 埃里克警员在同事的陪伴下 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 大约五分钟后 值班主管赶到了现场 警员向主管说明了情况 随后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将威廉送往医院抢救 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这是案发时他所持的手枪 事后我们通过警方的报告得知 威廉当年被迫从警局辞职后 换了很多种不同的工作 他在2006年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去了泰国 并先后和两名泰国女子结婚 他的现任泰国妻子 也就是第三任妻子 刚刚移居美国大约半年 案发时两人正因为之前的家暴事件 处于分居状态 开枪的警员埃里克 在事后被安排了行政休假接受调查 有很多网友指责他过度使用武力 并声称威廉当时并没有把手指放在扳机上 在经过了大约两个月的调查后 当地的检察官克雷格最终宣布 警员使用致命武力的行为合理合法 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刑事指控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